像我们租这个地方 就是一房一厅 大概就是一万出头 布置检员微星 位在细止 一房一厅一位 像这样方正格局 月租金就要一万一千两百元 而当地五年前行情 大约一万元左右 租屋族黄先生也担忧 政府打炒房 会冲击租屋市场 当然还是会担心 但是如果真的有发生 当然我们自己还是要面对 对对对对 然后假如说真的如果调涨 那我们也只能在选其他房子 租屋已经五年 为了省钱往蛋白驱租 虽然通勤时间长 但租金清明 毕竟双北住宅租金涨势 真的杀不住 根据统计2015年到2020年 六年来公寓整层住家 每月租金新北市涨幅最大 从每平592元 涨到约767元 将近三成 台北市第二名 从899元涨破千元 涨幅达27% 每票青年压力越来越大 有租金当然一定会 相对其他地方一定比较高 而且住的房间又比较 可能比较没那么好 又比较小 当然会害怕 不过谁叫我买不起台北市的房子 也只能这样子 房地合一税修法后 囤房税正式不推了 就怕转加成本要涨租金 政院还试算过 一旦推行 恐怕影响78万租屋组 持有多屋的屋组 他们一定会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会将他的房产 去做这个出租的状况 那他如果一旦去出租的话 他如果今天持有税上面 他们必须他们被调涨了 那他们当然就会有可能说 他是不是要去转嫁 在这个租屋族群上面 也就是说囤房税 未来一旦重新推动 租金涨价是在必行 恐怕也苦了租屋族群 三绣特张学新北报道